诸葛亮的夫人是历史上公认的丑女 看来诸葛亮真不是以貌取人之人啊 说到三国 我们首先会想到的就是著名的军事家 诸葛亮 会想到刘备三国茅庐 会想到令人振奋的草传借鉴 会想到给阿斗写的出诗表 这些都是流传至今 而且会一直传于后世的故事 可是当说到诸葛亮的夫人 又有几个人会知道呢 诸葛亮的夫人 她的名字叫黄月英 是缅阳明氏黄晨燕之女 相传黄晨燕曾经对诸葛亮 说过这样的一句话 说文君则富身有丑女 黄头黑色而才堪相配 大致的意思就是说 我听闻你在挑选妻子 我的女儿黄月英是一个好人选 虽然她长得优天丑 但是才能可视于你其间 你考虑一下吧 诸葛亮想了一想 就把婚事硬了下来 打算求取黄月英 可是却遭到了乡亲们的嘲笑 莫作孔明则富 正得阿诚丑女 甚至还有人给黄月英 请了一个黄阿丑的别名 许多人认为 诸葛亮能娶黄月英为妻 权在黄晨燕 对她说才堪相配 因为诸葛亮是一个 拥有大智慧的人士 他对自己妻子的选择 在才华如貌之间 选择了更有助于 自己成就大事的 有才华的妻子 黄月英从小就受到 父辈们的影响 耳濡目染 他从小就知道 兵家作战的相关知识 加上他很聪明 对于机械有研究 他也是最早发明 机器人的人之一 诸葛亮的第一把雨扇 是黄月英赠的 据说这个诸葛亮 第一次上门求亲的时候 黄月英就送给了 诸葛亮一把雨扇 诸葛亮笑着就收下了 黄月英就说 你怎么不问问我 为什么要送给你一把雨扇呢 诸葛亮说 姑娘可能是觉得 理清情义重吧 黄月英就说 这是其中一个理由 你能猜到 我的第二个理由吗 诸葛亮想了很久 都没想到 就 激手道 请姑娘赐教 黄月英这才说明原由 说 刚刚啊 你与家父 畅谈国事 讲到你的抱负 你的志向 面容激动 掩饰不了 等你们谈到 曹操孙权这样的人物的时候 你又眉头紧锁 仿佛能夹死一只蚊子 我送你这把雨扇 就是要你 遮面的 黄月英在提醒诸葛亮 对于一个想要做大事的人来说 情绪不外露是基本 作为谋士 跟别人谈判的时候 就是要让别人 看不到自己的底线 这样才能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诸葛亮 听完黄月英的这番话 恍然大悟 明白了自己的不足之处 所以就一直拿着雨扇 来提醒自己要沉住气 后来这把雨扇 就成为了诸葛亮的代表之物 甚至在苏世的念奴交 赤壁怀骨当中就写道 雨扇观金 谈笑间 强路灰飞烟灭 其中的雨扇观金持的就是诸葛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